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是可以允许这些饭馆来进行一个打包服务的 也就是说基本上对正常的生活饮食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对于学生还有一些可以在家办公的这些工作的人们来说 就一定要远程办公了 这次封城到今天为止已经持续了一个多礼拜了 然后呢我也一直都是保持在家白天办公晚上做饭的这么一个状态 除了去超市以外尽量避免出门 然后今天是一个周六 然后实在是在家憋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三级等级下是允许再去家附近的公园走一走吹吹风的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戴上口罩与别人保持良美的距离 然后去家附近一个叫狼狈的地方走一走 然后吹吹风 OK那我们走吧 这个乒乓球桌设计挺别致的 好像是钢的还是铁的铝合金的 真的好DC道 刚才在那个入口处的时候 人真的是特别多 因为大家都只能在家附近的公园转一转 所以这个浪贝这个公园就成了一个 因为它离住宅区很近嘛 所以大家都来这个公园走 现在稍微沿着这个徒步路往里边走了一段之后 人就少了 所以就可以把口罩摘掉了 戴着口罩真的好闷 戴着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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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园里边有这种烧烤炉 现在因为是封城阶段所以不让用 然后正常的话 这一块有一个按钮按一下 然后上边这个炉子它就会热 然后铺上一层锡纸喷一点油 就可以在这个公园BBQ了 也就是说在这边烧烤完了 可以把吃的放到这底下 然后风吹是不晒的 很方便 公园设计的非常人性化 因为封城 然后这个水管也被封下来了 然后这个上面是直饮水 就是跟机场的一样 按一下上面按钮 这时候会滋水就可以直接喝 然后底下是一个水龙头 然后如果来这边烧烤的话 可以洗洗菜呀洗洗餐具呀什么的 见到这种水管被这样缠起来 真的是估计明年 希望疫情赶紧过去 明年疫苗普及了之后 不要再看到这种 厕所也封上了 因为疫情 所以就大大减少了很多人逛公园的时间 因为上卫生间只能回家上 因为餐馆也不能进 商场也不能进 这边是一个明火的烧烤炉 可以自己带一些木头过来 然后放到这个台子上 然后用明火烧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